本周的活动暗黑火焰 是我们总结了6月 以及迎接7月的新活动 而我们从活动的名称来看 不难猜出在这段期间 能够预见大量的 恶属性以及火属性宝可梦 像是六尾 带卢比 土狼犬 利亚鱼 甚至是呆火头等等 都是这次活动的看点宝可梦 而这一集 我们就要聚焦在 风源地区的恶属性宝可梦 土狼犬以及大狼犬 嘿,Jenice 欢迎来到Pokemon in Life频道 说到风源地区的恶属性宝可梦 第一只会想到的应该就是土狼犬 还在系列游戏 红宝石以及蓝宝石中 是我们在游戏开始前 在101号道路会预见小天爵博士 而这时候它正被一只宝可梦追逐 而这只宝可梦就是土狼犬 而这一集宝可梦的女主角 就是土狼犬 它的进化型大狼犬 这个家族它们是单一属性的 二属性宝可梦 而从它们的外形上来看 可以大致猜出是源自于猎狗或者狼而来 土狼犬是一只小型的宝可梦 它较小的体型以及一些习性 都可以说是来自于幼犬或者是带欢 而它全身覆盖着灰色的毛发 它大大的牙齿则是它的特征 而在图件上是这样介绍土狼犬的 它有着非常执着的个性 是什么都吃的杂食性宝可梦 中文的土狼犬则是以土狼及犬 两个字结合而来 而大狼犬的外形可能是参考中猎狗而来 它有着灰色的毛发 它是从它的头部延伸到身体两侧的长中毛 这是黑色的 而这样的配色可能是根据边境牧羊犬 阿拉斯加水超犬 以及澳洲卡尔比犬 这些犬种而来 而关于大狼犬也有这样的介绍 只会认定优秀的训练家为首领 必听从其命令 大狼犬的日文 它可能是源自于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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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mightyana 是以mighty巨大的 结合 haina列宫这两个字而来 中文的大狼犬 则是以大的 加土狼还有犬这些字词而来 一般的土狼犬以及大狼犬 它们的身体毛发的颜色 是灰色以及黑色 而色味的它们 则变成了有金黄色的毛发 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看哦 不知道 Pokemon Go游戏中的各位训练家 是不是也都获得到 它们的色伪了呢 Pokemon Go游戏中的各位训练家 Pokemon Go游戏中的各位训练家 影片内容 记得要订阅按赞还有分享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